主要是 你天生气质不凡 阳光帅气 你不当我男朋友 谁当我男朋友呢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可以考虑一下 真的吗 刚好你跟太初也熟 假扮他也方便 假扮太初 什么意思 这个角度是有点像 这是谁啊 这个 是森威尔身家数亿的 前总经理单俊昊 据说呢 是个商业奇才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总经理 而且呢 他这个人特别神秘低调 几乎从来都不参加 任何的媒体采访 这张照片呀 还是一个八卦记者 好不容易才拍到的呢 你先把今天的住房登记表 给我看一眼 好 三位啊 三位啊 三位有的总经理 不是张明翰吗 单俊昊是前总经理 据说呢 他是出国继续深造 所以张明翰才当上了总经理 你看这张照片多帅啊 虽然这张照片看不清脸 但隔着屏幕 我就能感受到他全身散发出的那种贵族气息 你感受到了吗 太帅了 同好 你给我出来一下 我抓你有事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可以抵消掉一半你欠我的钱 这笔交易很划算吧 什么忙 陪我去参加同学聚会 你是说太初不在 让我当他替补是吗 你是说太初不在 让我当他替补是吗 只有你能帮我了 我又不是什么有钱人 我以什么身份去参加同学聚会啊 男朋友 男朋友 那你怎么不找别人给你当男朋友啊 关美渔村一共有几个男的 难道你让我去找阿生吗 阿生喜欢的可是苏黎音 我不能横挞堵爱的 主要是 你天生气质不凡 良光帅气 你不当我男朋友 谁当我男朋友呢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可以考虑一下 真的吗 刚好你跟太初也熟 假扮他也方便 假扮太初 什么意思啊 我之前跟戴安芬说 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 所以 所以你得假扮太初 天宇 你真是个虚荣的人啊 不是我虚荣 是戴安芬跟麦克一直想看我出丑 我不能让他们得逞 你要是不喜欢他们 你可以远离他们啊 干吗还要在他们面前吹嘘炫耀呢 你自己惹的麻烦 你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吧 我平时对你不错吧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而且 我刚才已经答应你 让你少还我一半的钱了 你要是觉得不公平 你三分之二怎么样 叶真羽 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可以用钱来衡量的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你真的是一个 虚荣到无可救药的人 你不帮忙就算了 为什么还要骂我 装有钱人就炫了吗 难道我就活该被人嘲笑 被人看不起吗 在别人面前做真实的自己 不好吗 我不是什么有钱人 你去找别人去 你俩长得真的挺像的 你要不然假扮他 陪我姐参加同学聚会吧 你们干嘛老让我去 假扮有钱人啊 贫穷有那么羞耻吗 我为什么不能以自己的身份 去参加呢 往那边去 你知道吗 我姐上学的时候 喜欢过一个叫迈克的男生 姐姐的同学 带安分故意捉弄他 说迈克也喜欢他 结果 还让他去同学聚会上 跟迈克表白 迈克还故意让他当众跳舞 结果还拒绝了他 从此以后 同学们都封他为 尬我女王 你姐喜欢的男生还真不少 对了 等一下我给你拿一个东西 你车修好了啊 我们家破皮卡 就喜欢闹脾气 三天一小修 五天一大修 我的修车技术 就是拜他所赐练出来的 听金芝妈妈说 你明天要参加同学聚会啊 是啊 这次同学聚会很特别吗 同学聚会嘛 你知道的 就是大家穿上最好的衣服 戴上最好的包包 看上最好的车 就是炫耀自己嘛 可是我明明没什么可炫耀的 却给自己挖了一个坑 明天啊 他们一定会用兔摩把我埋葬的 什么坑啊 叶迁欲有写日记的习惯哦 他会把所有的东西 秘密都写在日记里 等一下 以前老陈没钱给我买故事书 我就看他的日记 可有意思了 比那些故事书有趣多了 我来看一看啊 这篇就是大恩芬和麦克捉弄他的 你看 这些看不清的字迹 都是我姐的眼泪 你就可怜可怜他吧 我以前啊 暗恋一个男同学 他捉弄我 让我当众尬无表白 昨天 再关没碰到他了 我为了气他 就跟他说 我找了个有情的男朋友 谁知道 他邀请我去参加同学聚会 还让我带着我男朋友 如果他见不到我男朋友 他就会把我当年尬舞的视频 发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倒是挺想看你尬舞的 我这辈子都不想看了 女人总是口是心非的 虽然我姐一心想嫁给有钱人 老陈也一直想让太初当我的姐夫 但我觉得 你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你一定要紧紧抓住 太初不在 你正好可以假扮有钱人 陪我姐参加同学聚会 这是能拉近你们距离的 难得的机会 我又不是什么有钱人 我才不要假扮他呢 不过 同号说得对啊 没有钱 不可耻的 没有男朋友也不可耻 我为什么要怕带安分啊 我就应该站在他的面前 大声地告诉他 我就是我 这才是真正的反击方式啊 对啊 我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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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就是同学聚会了 你一定要去救我姐 否则他会死得很惨的 他一直希望有个白马王子 在他危难的时候 从天而降 这是你的机会 你一定要紧紧抓住 你一定要紧紧抓住 你